哈啰,大家好,我们来看看这个Gtronic 这个是我双见论股里面的一位join member 手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想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参加我的这个join member 按那个join button就可以了 只是需要请我喝杯咖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图 它星期五的时候就突破了这条线 站上去了,但是是红色的蜡烛 才不是很完美啊,不是很完美 所以说这个不是很确认 如果要等到确认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个图码缝 它最好是要站上去这一个 大概是一块1.35吧 1.3435 35左右 站上去之后 我觉得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这样星期昨天晚上的时候 美国科技股呢就大跌 估计呢,马来西亚也是会跟随 所以要突破这个 这条线呢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无论如何呢 就密切的去注意 在某时候出现哪两个 这样的就是K线 红青色的 突破这些MA60 突破这些图码缝 这个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OK 这样我们就去观察 看它会不会 对市场怎么样反营 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NASDA指数 星期一的时候 马来西亚修市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美国指数 星期一的 那时候我们大概心中有数 是会大涨的 是会上的 是会跌 OK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这个呢 我觉得暂时还是观察吧 谢谢大家